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就要講一下一些台舞 由於我們昨晚的直播 很多益友都回報給我們聽 就說根本上收不到推播 或者收到推播都進不了去看 所以導致大量益友都以為昨晚是不是沒有直播 其實我們是有做到的 只不過大量益友都沒辦法加入收體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 在今個星期四的晚上 即是復活節假期的前夕 我們就會補回一次直播 敬請各位益友到時記得捧場 我們又說回今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民望 忽然之間急錯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和易普索所做的民調顯示 他的民望 由兩星期前的55%支持度 跌到今個星期只剩下4.7% 支持度大幅下跌了8% 一般在所謂的戰時狀態下 國家元首和領導人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虛位升幅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歐洲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和政府 他們的民望都是一度大升 所以突然之間急跌 情況就不太常見 到底有什麼因素 導致特朗普總統的民望跌了那麼多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抗疫措施是不力 雖然他就關閉了很多 非必要的企業 和很多的娛樂設施 當然是有助於 壓制進一步的社區擴散 但是不少的州政府 都異口同聲地對聯邦政府作出了投訴 到底他們投訴了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 運送的速度太慢 可能就是跟 庫存不足有關 聯邦政府都要周圍翻箱倒楼 找找哪個倉庫有存貨證 所以使得這些州政府 望穿秋水才能等到醫療物資到來 第二件事就是 明明州政府是要求 那麼多那麼多的醫療物資 但是送到來的時候 是少了很多 當然 就算是要翻箱倒楼炒出來 都未必是炒得足給你的 第三件事就是最重要 原來送到來的物資 全部都是過期的 比如說這個俄勒江州的州長走出來說 你那些這樣的口罩 原來是十年前的 那些橡筋 N95那些 有條橡筋 明明綁住頭的話 就很緊 原來那條橡筋已經是腐爛 要換過才能用 但是聯邦政府就宣稱 這批口罩沒問題 可以照樣用於應對疫情 只要你不要用在手術的情況就可以了 除了口罩以外 原來連呼吸機都是壞的 機都開不著 需要維修人員 整一大輪才行 使得 有一些 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就有個虛位了 到底這些州份搞了什麼呢 譬如說紐約州州長科莫 那才算 他竟然間公開多謝中國 多謝中國的什麼呢 原來在中國轉紐約總領事的協助下 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 和蔡崇遜等人 就向紐約州捐出了1000部的呼吸機 而且就已經混底了當地 這樣特朗普總統就有位 給這個民主黨入 多麼愚蠢 開頭就非常輕視 這種情況 現在就殺到 除此之外 特朗普本人都非常喜歡在Twitter上亂說 他近日經常吹捧一隻治療藥疾的藥物 到底有沒有效應對於目前疫情 都是未知之數 但他經常說在嘴邊 所以 令到自己的民望 急挫 除了上述的情況以外 還關乎到 羅斯福號的事件 在上星期二的時候 三藩市的一份報紙 刊登了羅斯福號 艦長 克羅澤的求援訊 就說羅斯福號上面已經爆發了疫情 直到星期四的時候 軍方採取的反應是什麼 不是派遣醫療隊伍上船 或者安排那些人去救治 而是解除了 克羅澤艦長的職務 藉口是什麼 就說你這個克羅澤艦長故意 將這封的下球援訊 公開給傳媒 那就會危及到船員的安全 因為這樣就會使得 敵軍以為這隻羅斯福號上面 就已經陷於癱瘓 軍方就以危機判斷失誤 解除了克羅澤艦長的職務 這樣的應對辦法 當然就是會使得民間大規模的反感 你一方面又批評中共政府 如何租責李文亮醫生 這個吹哨人 你現在又解除了克羅澤艦長的職務 他何處之有呢 他只不過是求援 他豈不是變成美版的吹哨人 這樣的情況下 就使得特朗普總統的民望 又跌了 除了這件事以外 紐約時報又踢爆了 原來特朗普總統 所採取的入境管制措施 九樓 在他實施入境管制以前 就已經有40萬中國人 入境了美國 當他實施管制以後 仍然還有三萬多個中國人入境美國 由於很多人都是無徵狀的狀態 但仍然有傳播能力 所以有些衛生專家就質疑 目前美國嚴峻的情況 到底跟這班人是否息息相關 是否關係密切呢 很多種因素合起來 就使得特朗普總統的民望急錯 雖然距離總統大選11月 還有大半年的時間 但是都時日無多 希望他就是 握緊主意來做 雖然他的對手都很肯定 就是民主黨的拜登 拜登又老過特朗普 而且我見他的表現都很奇怪 由於現在 沒有辦法在各個州份 進行實體的選舉活動 於是 候選人紛紛改了去網上 去搞 這方面特朗普總統 沒有問題 他一直都已經玩開Twitter 是專家級 但是 拜登很奇怪 我看了他YouTube 有一段的宣傳帶 他對著鏡頭一邊說 當然就是看稿 一路看稿 可能有人就顯不及 他竟然做一些手勢 你都已經是讀稿機 還要做這些手勢 其實就被人質疑了 很多網民質疑 到底是不是癡呆症發作呢 而且他講一下 突然又停頓了 很多這些騎尼位 使得人質疑 到底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去領導 戰時狀態的美國 雖然特朗普總統的民望急挫 而且在上次的選舉民調當中 特朗普的支持度不及民主黨的拜登 但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台灣的民調就知道了 在選舉 初期的民調當中 韓國瑜一度大幅度領先蔡英文 但到後期就出現了黃金交叉 然後就一去不復反 我相信 只要沒有重大差池 特朗普總統仍然是 很大機會連任 接著就說回本地的情況 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志思 今天在港台節目 給香港家書裏提到 隨著疫情第二波的爆發 政府就已經加強了限制措施 如果未來是有需要的話 或者會要求 所有非必要的企業暫時關閉 以及禁止餐廳堂食 讓更多人留在家裡的樹 然後他就為特區政府的防控措施 去補駕護航 雖然我不同意陳志思的意見 但是他這樣做 才是一個 行會成員的應有表現 這樣才能體現到 集體負責制 而不是像新兼立法會議員的行會成員 因為選舉壓力 女女的出來和特區政府和林鄭唱反調 但是他們又不辭去這個行會成員的職務 繼續來亂展權位 繼續來出糧 這裏才可惡 你不同意林鄭的措施 不同意林鄭的政策 你應該辭職 包括新民黨的葉劉淑儀 以及自由黨的張宇仁 你經常走出來 為什麼 什麼叫做集體負責制 這些措施是有份制定的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沒有份制定的 或者自己的意見是不被重視的 應該辭職 不要出糧 不要霸佔位 佔著毛坑就不拉屎 好了到了陳志思說什麼 他就說 很多人都批評特區政府應該要做快一點 但是特區政府要考慮到的 是很多實際和行政上的問題 以及背後的經濟代價 例如是很多人會因此失業或者破產 我是完全不同意他所說的 首先他說很多實際和行政上的問題 不只是你面對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都是面對著這些 你所謂的實際和行政上的問題 但是別人 管理這麼大的國家 復原這麼廣闊 你香港鬥人這麼小你都說不行 別人都行 這些完全是借口 只不過是在這個初期的時候 林鄭有一尾僱主擦鞋 怕得罪大陸政府 所以有很多東西 就是投鼠忌器 不敢去做 所以就搞成香港今天這樣 而且他說什麼經濟代價 浪費這件事 又說怕有人破產人失業 特區政府有錢的 你可以去援助這些企業 可以扶役那些企業 可以支援那些 雇員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西方的文明國家 現在先進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唯獨是你特區政府 不想援這條數 是不是 而且你說到那個 下經濟代價 你現在沒有經濟代價嗎 你停不停 告訴你 你的經濟代價比起你全部 停14天更大 全停14天 就是講得明 14天就是14天 14天搞不定 再延7天 你現在不是 有些就停 有些就不停 被你停了那些 就已經是背負著經濟代價了 你特區政府什麼時候輔助的企業 都沒有聽到有消息 是不是 你這樣停不停 就會使得很多商店 慢慢陰乾 除了個別的大賣 比如說超市 賣遊戲機 也就大賣 賣電腦也就大賣 因為要個個運在家 很多都是拍烏鷹的 好心你特區政府 就決斷一點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